日治匆尼瓦川第五期阿路案三亚道路 是当地基民开枯闻隆的交通要的 不过只要落后天,路面就很难走,处理非常不方便 加上当地董事物,心态丰富 今年发展心态路由 为了要为何社区主兵心态支援 推动环境心态够有体验 我们要关于完旧幸运 金出管户改善这条心态报道 关注人民币也特别前往会看 带他们变得以赏来改善路面 在南岛关系团就能量的段落下 南岛关注人民前前往了解路口 早期这条道路是提供保罗团住民开困境作通向 今年来发展心态路由 路面击台争修改善 我们希望今年还有大概100多米 这个部分能够尽快地能够来补设 让我们村落 现在目前来讲除了产业能够农机 或是农民能够进出出入方便之外 那另外我们将来可以让来 在益达扫住宿或旅游的游客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个步道 因为特别这边的生态植物 动植物昆虫相当多 尤其在四五一月的时候 这边也都有萤火虫 所以我们以后究竟也可以在这边观赏 再次的感谢我们的林县长 还有我们县府的团队 今天防守部部 能够到日月团这边来做挥抗 来做这样的一个核定 在南岛官议员赵庆良的政策之下 南岛官员林明珍实在探访这条生态保祖 在川面的丁正欢迎之下 代言改善楼面的Process 指向日月春 跌国家上游浪楼 因为今天来回抗 我们的思青龙议员 相当的关心 所以今天来回抗 因为这些楼已经 走很久了都没空的水泥路面 所以进出方面交通比较不便 乘得不好 如果遇到下雨 这楼就这么过来非常危险 所以今天 我们的思青龙议员 建议是否能够铺塞核实路面 经过来勘察 这个确实真的有必要 来做核实路面 我们会尽快的 请我们的养护库来设计花宝 快把这个漏空好 让我们这些村民 要进出比较方便 比较安全 我们会尽快的来处理 日月团观光路有发展形成 为了要为社区周边的生态主管 推动环境生态教育的体验 任管中非常重视 这条隆楼的征修工程 未来希望能够检查 地团观光发展 还有出入交通的便利 继续环境生态教育的体验 报导 除将股团教育的胃碑